今時財經 點時成精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俄羅斯挺過制裁 石油收益比俄羅斯佔錢還要多 白宮在這個星期 會算G7國家設定俄羅斯石油價格上限 美國促使各州要競爭投資芯片 又限定對中國出口芯片 我們會說在半導體周期下行情況之下 美國的做法是雪上加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香港逆向隔離的提議 獲得廣東方面的支持 將會涉專班共同商討細節 俄羅戰爭半年已過 俄羅斯挺過西方的制裁 石油出口不減反增 有一項估計說 俄羅斯全年的石油出口 可能會增降40%左右 也就是說俄羅斯掙的石油錢 比俄戰錢還要多 國際金融協會的首席經濟師就說 俄羅斯現在正出現的是 現金氾濫的情況 那麼這讓以美國為首的G7國家 感到很不滿 這個星期會開會討論一個 俄羅斯石油價格上限到底是什麼 各國要落實來推進 白宮也發話了 國際金融協會估計俄羅斯今年前7個月的石油 和天然氣出口收入達到970億美元 當中石油佔740億美元 而國際能源署就說 俄羅斯7月份的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出口量 達到每一天740萬桶 只比今年初跌大約60萬桶 主要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全球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 大幅度增加 還有不缺買家 另外就是俄羅斯隱藏交易數據 輾轉出口 讓這個小型交易商來負責 所以避過歐盟和美國的制裁等等 那麼華爾街引述知情人是說 七國集團的財政部 在這個星期五會舉行線上會議 預計到時候 他們會公佈對價格上限計劃的認可 並承諾會完成實施工作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 讓皮爾爾在星期三就明確表示 七大工業國的財長 在這個星期開會的時候 將討論 為俄羅斯石油價格封頂做出建議 我們的總統 The U.S. has already taken strong action to ban Russia oil and U.S. all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wind down their own imports of Russian oil but again Putin as you've heard us say has continued to try to find new markets for Russian oil th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we believe to fit to hit hard at Putin's revenue and doing so will result in not only a drop in Putin's oil revenue 但也有世界的能源价价 路透社稍早前报道 由于石油出口量增加 加上汽油价格上涨 俄罗斯预计今年能源出口收入 会达到3375亿美元 同比增长38% 分析认为 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增长 将有助于在西方制裁浪潮之下 支撑俄罗斯的经济 也就是俄罗斯经济陷入 衰退和通胀高企的时候 那么这些收入可以为俄罗斯提供 现金来支持军费 开支公司和养老金 有分析认为 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情况 比最初的担心要好 经济收缩的幅度会低于预期 之前俄罗斯财政部一度预测说 今年经济会萎缩12%以上 但现在预计今年GDP会萎缩4.2% 实际可支配收入将下降2.8% 从分析看起来 俄罗斯石油出口 还有经济整体萎缩的程度 都要比西方的预测要好 也就是相关的压力 俄罗斯方面已经停过了 那么现在的压力 还是聚焦在欧洲方面 俄罗斯对于欧洲方面的 天然气断气的这个问题 增加了欧洲方面的压力 俄罗斯停止通过 北溪一号管道向欧洲方面输气 这是为了进行计划当中的 三天维修保养 但由于俄罗斯从6月开始 就将这个管道的输气量 限制在正常水平的20% 停止输气 就会加剧欧洲各国的焦虑 这些国家正在寻求 冬季来临之前 获得相当重要的供应 来储存天然气 俄罗斯被指为 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式武器化 那么意大利的能源公司 埃安尼辛基参就表示 他们从俄气公司 获得的天然气供应 已经从最近的每天 2700万立方米 减少四分之一以上 相比于6月份之前 接收3700万立方米每一天 现在更是大幅度的减少 法国供应事业公司 昂吉就说 由于俄气公司的合同纠纷 他们供应已经被完全切断了 另外德国方面表示 他们这个天然气价格上涨 使得很多的企业 不只是停产而已 甚至是有些是破产的 这个情况使得 俄罗斯的德国的经济部长 哈贝克说 事态是令人震惊的 哈贝克表示最近几个月以来 工业界努力减少 他们天然气的消费量 具体手段包括改用石油等替代燃料 提高流程效率 还减少产量 但他表示 一些企业完全停产 而且这些停产 不只是经受重组而已 正在经历破裂 说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破裂 巨大压力下发生的破裂 是令人震惊的 而这个时候 美国企业大发危机财 德国媒体报道 说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 如果运天然气到欧洲的话 一船就可以赚1亿美金以上 在全球能源危机之下 各地再度重现核能的重要性 刺激了核原料油的相关股份上升 比如说Globe X Uranium ETF的价格 两个月大涨24% 北美洲最大的油矿商Chemico股价 从6月份以来飙升38% 大幅度跑赢标志5.6%的增幅 全球的能源价格此消彼长的变化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 在这个相关方面 文会可以来谈谈 他的看法是 俄罗斯千段天然气供应 美国企业确实大发 被记彩 今天有一份瑞士的报纸 就是说美国人是 把自己办成救世主 因为欧洲被切断天然气了 其实是欧洲主动不要造成的 那么到哪去找呢 找来找去发现美国 因为说在过去几个月 欧洲接收到了天然气 从美国来的 比从俄罗斯来的还要多 但是这个价格 美国和欧洲的差距 欧洲是美国的十倍 所以从美国那边来的呢 就一船 大家记住 是一船天然气 就可以赚一亿美元 所以那个瑞士报纸 就实在看不惯了 说美国把自己办成救世主 其实赚了是大钱 这就是美国一向做的 一亿美元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买一条天然气船 而且呢 现在美国以前的时候 它向亚洲地区 比如说要和中国签这个 天然气的 叶化天然气出口合同 要签就要签20年 因为投资 做这个夜化的厂 它需要长期投资 那现在也不是一样了 因为说一年挣的钱 就可以把投资的成本 全部收回来 所以这个国际政治 其实是非常现实的 就一方面 你既要看到人家说的是道德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老老实实把钱 交给人家去挣 对 就是要聪明地 面对国际的政治 和经济的形势 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 现在不是先伤害到俄罗斯 让俄罗斯趴下 反倒是对欧洲方面 带来深深的伤害 另一方面来看的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 芯片出口的限制 而美国自己本身 又要促使各州 大量去投资芯片 那么现在芯片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 价格也在向下 所以最后受伤的会是谁呢 美国芯片设计制造商 英伟达星期三说 华府官员指令他们公司 停止向中国出口销售 两款高级芯片 那么这两类的芯片 可以用在人工智能 AI的运算 受到尽力影响的A100 还有H100型的芯片 使得他们第三季 向中国销售的金额 预计会损失达到4亿美元左右 英伟达的股价下跌 还有AMD相关 可能跟GPU的销售 也受到对出口中国影响 股价也在下跌 这两家公司的股份 已经跌到了 7月中旬以来的新低 还有美国方面 亚利桑那州州长 杜西星期二到访台湾 这是8月份 第二个到访台湾的 美国州长 主要勾是跟台湾 去说服半导体厂商 到美国去设厂 不只是到美国而已 是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这个州长说 台湾半导体业者 计划在亚利桑那州 建造20座 面积6.2万平方米的 半导体厂 会在凤凰城北部 形成半导体聚落城市 创造不少高新的工作机会 上个星期五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布莱克本 跟台湾方面讨论 也就是强化半导体合作 等议题交换意见 美国国会议员 还有一些州份的州长 如此积极到访台湾 跟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的态度 和美国政府的态度 都是有关系的 彭博社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一场活动的时候说 各个州份要积极竞争 来吸引芯片的投资 他说这个竞争是透明的 希望每个州都参与竞争 而这对美国半导体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美国半导体的发展 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下究竟是不是需要 这样的竞相投资 美国但半导体股呢 在这两天连续下跌 星期四盘前 英伟达跌幅超过6% AMD的股价跌幅3.5%以上 美光科技跌将近2% 那么从韩国的半导体出口 两年来更是第一次下降 也可以看到半导体未来的需求 还是像美国估计的那样吗 韩国最新的数字显示 贸易逆差大幅度上升 半导体出口出现 两年来第一次下降 最新的数字显示 韩国8月份的出口 收入最大来源 半导体出货量下降7.8% 是两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下降 韩国产业通商部资源的数字显示 8月份的韩国贸易逆差 达到94.7亿美元 连续5个月出现逆差 也是近14年来的第一次 从5月份以来 韩国对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局面 出现了转变 出现连续多月的贸易逆差 这是对中国 官方的数字显示 8月份韩国对中国出口下降 5.4% 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而韩元对美元 已经出现了十几年来的低位 已经低高了1355对应美元 另外亚太地区的制造业 也是疲软的 日本8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增速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低 则是受到全球经济状况恶化 还有中国以及韩国需求下降的影响 台湾方面 8月份的制造业PMI42.7 也是连续三个月处在收缩状态 还有分析师说 晶片股可能会再暴跌25% 这是花旗投资研究分析师 Denelle在星期二的一份报告谈到 说半导体股的下跌 不只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所谓什么手机 平板电脑 或者是相关的电脑需求下降 还有汽车 以及相关的工业终端市场订单需求 在下降 也是会造成影响的 日元今天跌到了139.6795 24年来的新低 日本股市下挫1.53% 再次失走28000点大关 到一个月来的新低 也是因为相关的芯片前景悲观 打起了大盘 韩国股市也是受到影响 所以整个看起来芯片股的前景 我们会具体来分析 芯片肯定是在一个下行的周期 这种下行的周期 还因为库存的调整 被人为的放大 因为以前缺嘛 缺了两年 大家就抢囤积 现在一看要下来了 怎么办 就甩货 所以像韩国是受的损失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还要投 为什么 因为美国特别担心 一旦这个两岸出现特殊的紧张的局势 它拿不到芯片 所以呢 就是从佩洛西开始 到现在的两个州的州长 印第安那州和亚利桑那州 还有若干的这个议员们 来台湾 表面上是来收割 什么其他的好处 实际上是来拉台积电去投资 所以佩洛西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不公开的行程 就是去见台积电的刘德英 据说张忠谋也在场 而张忠谋一直是反对去美国投资 他说最终啊 你是不合算的 这个成本 还是会高很多 就算拿了补贴 到最后做出来的 还是高很多 所以注定是徒劳无益的 在这么一个状态下边 美国一方面就是要继续在产业 谷底的时候去扩大投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看到还有些东西 中国这边是需要的 怎么办 就给它继续去卡脖子 去切断 特别是和这个AI 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些芯片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美国有时候这些打法 是看不懂的 最终呢 它只能激发起中国这边 没有办法 我只能自力更生 靠自主创新去攻克 它卡脖子的这些科技 谢谢安辉 中国需要美国不给 结果使得美国的半导体 科技股股价下跌 对此呢 中国商务部表示 坚决反对美方 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半导体相关物项 对中国出口 商务部的发言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的做法 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要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 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 有不同的分析 我们就来看看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求是》杂志上的讲话 9月1号出版的 第17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党的19届五中群会 第二次群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讲话指出 要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 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是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我们的判断是 为何机并存 为中有机 为可转机 机遇更具有战略性 可塑性 挑战更具有复杂性 全局性 挑战前所未有 应对好了 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另外在31号晚上开幕的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他指出 服务会是中国扩大开放 深化合作 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 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强调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普惠包容 合作共赢 携手共促 开放共享的服务经济 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 注入动力 踏入9月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 稳经济政策在9月上旬 就应出尽出 李克强星期三在北京主持 国务院常务会议 表明要再推进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发挥小能 揭续政策的细则 9月上旬 应出尽出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会议提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灵活运用阶段性信贷政策 和保交楼专项借款 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 在这次常务会议当中提出了 8项举措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包括了促投资代消费增就业等等 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分析 中国今年GDP全年增长有3% 他谈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下行压力而不是通货膨胀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王涛认为部分城市已经解除 或缓解限购 按揭利率也有所下调 房地产政策的效用将会逐步显现 在新冠疫情方面 深圳市南山区最新公布了 关于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 像是社区小区 城中村实行严格管理 所有外卖快递等等 不进入社区小区城中村 实行无接触配送 相关的措施从9月1号16点 到9月4号24点 后续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动态调整 而香港的新冠疫情确诊病例 今天超过了1万宗 达到10586宗 其中244例是输入的 整个可以看起来 深圳和香港的疫情是在上升的 那么对此呢 没有办法到广东出访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嘉超 在星期四下午 召开了记者会谈道路 关于香港提出的一个隔离措施 广东方面也接纳这个建议 双方会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超下午在记者会说 跟广东省广州市 深圳市领导举行线上会议 对香港提出逆向隔离的建议 也就是港人到内地 先在香港隔离 再闭环前往深圳 或免在内地7加3隔离 李嘉超说 深圳和广东方面的领导队 建议表示支持 双方设专班在研究实施细节 按程序报批实施 港方的专班由政务市司长陈国基牵头 并且考虑以核桃做闭环试点 因为相关地点是为隔离而设计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陈国基说 逆向隔离 很多细节需要跟深圳方面商讨以及落实 双方同意成立专班讨论实施细节 他会要求保安局局长 医务卫生局局长参与香港的相关专班 尽快和深圳方面落实细节 有消息的时候会做公布 在香港举行的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月1号第二天的活动 那么在这两天的活动 今天就会告一段落了 在昨天的活动当中 国务员副总理韩正谈到了 对于香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四点希望 我们走从重点来看一下 香港如何增强跟国际方面的联系 韩正在星期三表示 中央支持香港拓展畅通国际联系 韩正说中央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 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 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 和更多国家开展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扩大经贸合作网络 商务部在星期三也表示 推动香港尽早加入RSEP 也是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面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支持香港加强资金融通 发挥重要的投资作用 还有就是在特首李家超方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昨天在一带一路论坛上就说 香港会继续跟世界加强紧密联系 寻求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SEP 商务部在星期四也谈到 整个RSEP不只是对香港 对这个国家也是这样 说用好RSEP实施带来的重要开放机遇 扩大和各成员国的服务贸易规模 发言人舒玉婷在会上表示 商务部会持续发力推动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 包括了提升发展平台 扩大市场开放 还有深化国际合作 我们看到在整个全球经济形势当中 英镑方面遭遇了 这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 8月份是最差的一个月 英镑在9月1号更是跌到了1.15以下 1.16以下 低贱1.1569 荷兰国际集团说 外国投资者抛售英债 使得英镑走软 那么今年夏天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将近三倍 6月份的时候 每千立方米大概是960美元 现在涨到了2500元以上 相同的话题 文会就要来谈谈就是 俄罗斯的石油收益比战前还要好 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样的贡献 从天然气价格 石油价格目前大概在95美元上下 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 文会 天然气呢 美国肯定是大发奇才 石油这边呢 美国也发了财 俄罗斯的石油收益 在7月份 它的整个石油的出口 是比1月份只少了60万到 现在有个统计说 8月份呢 可能是和1月份持平的 就8月份就进一步回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西方不制裁了吗 只有欧洲呢 作为一个傻瓜还在制裁 美国呢 其实早就放水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中期选举 必须要把汽油价格给降下来 不然民主党就输了 所以呢 看到这些情况 有些比较聪明的南欧国家 就开始直接为俄罗斯买石油 还有呢 就是很核心的一点 就是中东作为这一个 石油中转的枢纽 它发挥了一个结构调剂的功能 我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其实华尔街早就知道这个事 因为差不多该把这些事爆出来了 因为过段时间美国可能又会收紧了 它一旦中期选举一过之后 它可能又会切断俄罗斯的出口 开始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说这个沙特本身 它的发电厂 燃油发电厂 就从俄罗斯直接进口成品油来发电 那么另外呢 就是阿联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中心 它这个交易中心呢 是躲开西方的 有关联的这些公司 它从俄罗斯进口油 混上伊朗的油 混上其他地方的油 往全世界去买 你说不清到底是油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 而且它这些交易商 和它相关的金融服务机构 都不是原来西方体系里边那些 在迪拜有 然后新加坡也有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 大家都不去干预他们 该赚什么钱赚什么钱 所以等于说 沙特也好 阿联酋也好 他们也低价从俄罗斯买了油 再倒过来卖出去 其中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往美国去的 就混完之后往美国去 成品油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像印度是买了俄罗斯的油 就明目张胆的 低价买来的 然后炼化之后就变成成品油 柴油啊 就往欧洲去出口 开始的时候啊 美国还对印度表示压力 等到了7月份发现 这招有效能够把它的油 把国际油价降下来的时候 符合美国中期选举的利益时候呢 美国也就干脆就不管这些事情了 所以现在呢 美国他还没办法 因为这么一说之后呢 欧洲那么痛苦 这个最新的CPI通货膨胀率 是9.1% 其实这个能源账单 就要高得多比这个9.1 就成好几倍的增长 而且你还赚那么多钱 说不过去啊 所以美国他现在就是在道义上 就不得不说呢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的 我们还是想让G7 首先给俄罗斯这个设一个价格的上限 因为设了价格上限 你看多好啊 又能够保证它的供应 又切断了它的收益 对吧 那么这个国际的这个变化 供求关系还没有什么变化 仿佛尽在美国的掌控当中 对 但是呢 说到这个 第一个跳起来反对的就是印度 他说呢 你最后再找我 只要有别人不干 就不要找我 先做 因为印度呢 他现在每天是100万桶俄罗斯石油 从中赚了不少钱 而且印度本身他说 我也有通货膨胀的压力 我为什么就不能够低价买油呢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欧洲我们今天讲的 无论是天然气 还是石油 都要认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虽然是 半成救世主的样子来帮助你 以后可能还有右矿 但是呢 他该收的钱一分不少 甚至成十倍的增加 谢谢欣辉 所以关注的就是 G7国家财长们礼拜五 究竟会达成些什么样的价格共识 以及接下来如何落实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